我們看這個題目 已知由於橢圓的焦點坐標為40-40 且常常為10 試求橢圓的標準是 那麼首先 我們根據已知條件 畫這個圖 這焦點一個是 40 一個是-40 我們標示這兩點 所以呢這橢圓 會是左右形的橢圓 那麼這時候 這兩焦點的終點 為坐標圓點 這是00 所以呢 這是左右形的橢圓 而中心又是00 那麼這標準式的形式為 這是x平方 然後這裡是加 這是y平方 然後這等於1 這裡我們要填入a平方 這裡我們要填入b平方 好 那麼已知長軸長為10 長軸長是2a 所以2a等於10 那麼a就是等於5 因此呢a平方這等於25 所以呢我們填進來 這要填入25 接著這中心 到一個焦點的距離呢 這是c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c是等於4 因此呢c等於4 c平方就是等於16 好 那麼b平方 這是等於a平方 減c平方 所以呢這會等於25 減16 這是9 因此呢這裡我們要填入9 這個數 所以呢我們就算出 這椭圓的標準式為 25分之x平方 加上9分之y平方 等於1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好 來吧 好 好 好